根據統計有超過五萬人 因為繳不出學貸 遭到法院強制執行 由立委要求教育部要思考學貸 全額免息的可能性 而教育部則是回應 學生申請的時候 就有依照這個家庭狀況 給予利息補助 也將會持續來掌握學貸申請 還有還款的狀況 滾動式修正 二十五歲的紀元大學 學剛畢業兩年 讀大學時申請就學貸款 畢業後已繳十萬元 身上還背三十幾萬的學貸 每月負擔八千元左右 因故離開前一份工作 四個多月 紀元想轉職考居服員 但貸值空窗期收入不穩定 學貸還得透過當YouTuber 打工偶爾還是會持交 資金 紀元說同學兼杯學貸是常態 但也擔心未來購物影響信用 不管如何都會逼自己按 其繳學貸 但根據司法院判決書 查詢系統發現學貸開辦以來 有五萬多人欠學貸 而被銀行申請強制執行 民旦也擔心央行不斷升息 造成年輕人更大的負擔 央行回應貨幣政策採整體考量 恐無失利點 但以教育部統計數字來看 一百零九學年度高中以上 申請學貸有四十四萬四千 九百二十四人次 教育部強調學貸申請過程 都有視學生家庭狀況 給予利息補助 繳款時遭遇重大困難 可透過延長還款年限等寬緩 機制減輕負擔 未來教育部持續積極掌握學貸 申請還款狀況 穩動修正以降低學生學貸負擔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 臺北報導